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服江湖的浪子 没有孩子出生 我现在什么样 我在街上狂奔呢 漫长的折服期里 他如何挨过痛苦 唤醒自己 我当演员那年 我孩子在他妈妈肚子里七个月 我身无分人 成名于不惑之年 他是否已经找到抵挡内心的黎明 给我儿子一个生活的空间 我还要给他一个尊严的空间 文化试点本期封面故事 吴秀波黎明之前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文化试点 今天非常特别 我们现场的观众 百分之九十八 是女的 现场会出现这么严重的 生态平衡的失调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会出现 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让我们掌声欢迎吴秀波 这个环境你习惯吗 经常会遇到 努力习惯中 这个我们是把这个采访的消息 在你的贴发里公布了 然后这些都是头两分钟之内 报名的 两分钟之后 人就满了 我们今天要跟秀波谈好多他的问题 我们一阵掌声来欢迎他 我们这一星期采访很多明星 但是你是上场以后掌声最热烈 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波密 另外一方面 最近你的关注度确实太高 然后刚才你上来的时候 你说第一句话 你说我在努力习惯中 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其实这个因为对我来讲 毕竟不是以前生活的常态 然后突然间进入了一种新的环境 和一种新的反馈 所以尽量的让自己不起念头 这就好像水一样 不管你是在浪尖上还是在底下 你只是一滴水而已 千万别以为这个浪头是自己做起来的 那是风和月亮 你是那种在这个圈里面很多年的 所以一旦自己到了浪尖上的时候 特别注意如何收着自己 其实不是 因为我真人有够 因为本来就是我不年轻了 然后突然间在你已经开始做父亲的时候 突然间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只是想把这份工作如何做长 并不想在这份工作上如何做的 有多么大的花火 做长就好 对于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讲 路的长度最重要 走最重要 历岸侦查里干练务实的雷鸣 相思术中的低调好人慷慨 兄弟们中忍辱负重的二哥金山 嫁衣里身处社会边缘人状态的娇阳 但是真正为吴秀波的未来带来无限可能的 还是2010年的黎明之前中 刘新杰这个角色 吴秀波看似漫不经心的表演 却与刘新杰一正一邪的形象相当贴合 与之前的一些作品相比 这一次吴秀波的表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镜头的背后 发生在吴秀波身上真实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演员有一部好戏 然后大家就在期待他的下一个作品 比如像黎明之前 这部戏的热的程度咱就不去形容了 在这之后你还在做什么 你的生活状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跟以前差不多 因为在黎明之前拍戏可能拍的稍紧一些 一年大概拍四部戏 然后十一个月再拍戏 然后黎明之前播了以后 可能会要相对来讲 一年要安排出至少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来完成现在这些工作 其他的 我在尽量的减少我拍戏的量 你在黎明之前 里面表现了一种 一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叫不信 一种慵懒 一种随意 这其实是很多人喜欢吴秀波的一个原因 这个东西上面你自己的成分多还是角色要求的成分 其实黎明之前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我在表演这行工作里的一个 一个业务上的转折点 因为在 在黎明之前的头两年 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表演几乎丧失了信心 我年龄不小 但进这个行的时间不长 大概到现在八年吧 所以头 头四五年都在一种 我终于拥有了一个舞台 终于拥有了话语权 然后在不停的表达和表现自己的一个状态里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所有的角色都是我 我可以是所有的角色 没有什么角色比我好 一部戏作为一个一号角色 大概有六七百场戏 那么一场戏 如果要按镜头亮算的话 大概要有五个以上的镜头 每一个镜头你要说一段话 这段话你可能要说四到五遍 所以你按这么表达 这么巨大的表达量来讲 四到五年 你几乎把你这四十年所感悟到的全都表达完了 但那是你的吗 那不是剧本里面开词吗 其实剧本跟生活没什么区别 所有话都是一样的 感受也是一样 情感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都表达完了以后 你才发现 从头到尾你没演过一个角色 你只是在表达自己和表现自己 告诉自己我这儿不错 告诉自己我这儿也行 然后没等别人看烦的时候 第一个看烦的是你自己 这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难道以后的未来的所有的每天就是 就这样 这儿不错 这儿也行 太无聊 然后在拍摄前期 因为很多找你的人 也是因为看了你以前的戏 他们会对你表示怀疑 说说我的戏你是要这么不认真吗 我不能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我很认真 我只是说 我说我们走走看吧 走走看 你担心他不能理解你说什么 对 因为大多数人把演戏或者节目当成是作秀 就像有一句老话叫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话说的是真的 就是此言不虚 是真实 不是说戏如人生是真实的 人生就是戏 所以 如果你在人生里不能好好感受的话 就别火了 真实的自己 像杳无音讯的固有 刘新杰走在陌生的街道 像个野游晚归的浪子 脚步不及不坏 而内心里 他是在一路狂奔 抱歉了 抱歉了 我的朋友 在移民之前这部戏里 其他那些男演员 包括林永健那几位 都很强 然后其实也很用力 所以一下把你们这个角色 就是你找那种状态就特别好 一下跟他们的距离也拉开了 同时相得益彰的那种感受 导演是这么要求的 刘江是这么要求的吗 刘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人 首先他是构建这个戏剧社会的主人梦 因为一个导演 对 一个导演决定所有的场景 街道 房间 人物的形象 他创造了这个环境和社会 然后其次 在我眼里 是无数的缘分 对立面 谭中树也好 齐佩林也好 顾叶佳也好 他们有跟我共通的地方 有跟我不通的地方 我特别感激 我能找到一种 在那个时间 我认为比较准确的状态 进入了导演构建的这个世界 我也特别感激 所有的演员 在这个世界里所展现出的人物的特质 才给了我那些东西 那个戏我演的好坏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全是他们在做 我 就是简单的说 你在说话 我如果连听都听不见的话 那就该住院了 对 我 我听 我看 然后我想 我再调大 刘欣杰这个角色让你掉下去了吗 我已经离他很远了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当时 非常的舒适 非常什么 舒适 很舒适 然后 你看到的是风吹草动 跟以往不同 以往疯狂的演了七百场戏 自己一句话没听见 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好多人晚上愿意去酒吧跟人聊天 喝两杯酒聊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记住的全是自己说的话 别人说的话一句没听进去 我觉得那就有个问题 我刘欣杰最高兴的是 我听见的全是别人说的话 我理解你 你说的话意思 其实是你找到了你自己和这个角色身上相同的那个屏 有可能 所以你就踩点踩在一块 所以你就舒服 然后整个耳朵器官整个全都打开了 接收到了各种各样别的演员 或者是刘江所营造的这个戏的这个社会的这种配合 对对对 自己那种舒适的感觉出来了 自己也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对 它是一个真实状态 真实状态 在正式步入影视圈之前 吴秀波曾经一度是转战商场的弄潮尔 北京 云南 福建 山东 都曾遍布他的足迹 他到卖过录音机 录像机 开过服装店 美容院 饭馆 二十出头的吴秀波 频繁地更换自己的事业 似乎总是不安于现状 却又总是不能坚持 任何一份事业 都是潜尝辙止 这段看似风光 无限的生活 实际却是毫无规划的随意 今天的吴秀波将会如何回忆这段经历 十多年间吴秀波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你八年前才开始重新回到电影表演 我知道在那之前你有过很多种职业经历 而且成功的不成功的赔钱的不赔钱的等等 那些没让你产生过焦虑吗 有过 各个阶段都有焦虑 其实也是一个不停地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过程 自我解放 最早的焦虑是考试 首先我要 当然我这个不能成功借鉴 我只是聊自己 看这只猴子是怎么样的 第一面临着的不自由和焦虑就是考试 高考 高考也罢 升高中也罢 然后我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 就是我不上学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对 于是我就不上学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上的 我初中过了以后就不上了 我想想我 您接着说 然后接下来带来的第二层忧虑 或者禁锢 叫做爱情忧虑和禁锢 然后当时给自己找的办法就是多谈 那是没法上学了 因为这有一个概率问题 对 你就谈俩 最多成一个 我谈一百个 你能跟我比 你怎么知道我就谈俩 慢慢的才进入到第三层 就是真正面临到你离家出走以后 你的生计问题 你需要工作 然后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叫多换 干个这不成 我再换完那个 换一个 干个那个不成 再换完那个 你那时候基本状态是街上的野孩子那种状态 说的难听点就是有家的盲流 实在没得吃了可以回家吃 说的好听点是大侠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直到最后真正的焦虑感开始产生 就是我开始组建我的家庭和拥有我的亲人的时候 那才是最大的焦虑和噩梦 因为你发现你要一份真正的工作 大侠也得有钱 对 才能当大侠 后来我发现大侠还不如一个木匠 对 真不如做一个木匠 你当大侠的时候很快乐 当大侠的时候晕 晕就已经是很快乐 能晕多快乐 你当大侠的时候是搞音乐那段时间吗 我当大侠的时候什么都干过 搞过音乐 卖过录音机 然后做过服装 开过美容院 做过饭馆 慢慢 慢慢 倒过录音机是最开始的 勾二七 就是单声道双声道的录音机时代 录音机 录音机 大二一小二一带子 对 然后反正那时候大家知道的咱们都做过 都做过 有 老服装是练摊 对 反正然后 你在哪练 我在东四 东四 苏桂台 你自己喊吗 瞧一瞧看一看 那不喊 东四是这样 因为当时的东四全是民房 当时最早都是平房 当时我们最羡慕的就是那群住平房的人 尤其是住在街面平房 墙上掏个洞就开门两了 对 他们直接就把自己家改成了一个可以分拆租售的一个地方 对 他在自己的那个小屋里摆上五六个柜台 每一个柜台以平均两到三千一个月的价格往外出租 就一个屋里面还是不同的柜台 可以租为很多人 因为当时都不是那么有钱 不可能租一个整个的屋子 大家都是分租柜台 做到最后有做的好的 他开始都包下来 你也是南方准衣服回来在那卖 在实施 在实施 福建 福建实施 挣钱吗 挺挣钱的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概念 因为那个时候 首先不知道钱是干嘛用的 不会吧 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挣了钱 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挣钱会非常清楚 我买一个房子最重要的 它既能居住又能保值 然后我买一辆车 这样我出行方便 然后我买一个衣服 为什么 因为我天天出去混 我得让人觉得我穿得还不错 就是 那个时候 花两三千块钱买一BB机 不知道干嘛 没人呼你 没有啊 然后还得捆腰 捆皮带上 然后把T恤搁到这个 捆皮带上 捆哪啊 就是西服这有一兜 然后BB机 那么大一BB机 别的兜里把盘露出来 我现在还有一张我那么拍的照片了 对 然后一天到晚就盼别人呼自己 自己呼啊 自己呼 自己呼 那是BB机刚出来的时候 126 就是上面是一小牌夜晶的那个时候 126 相当奢侈 偷贵 偷贵 刚你说 就一两千块钱相当于什么什么 其实当时那BB机就得一张牵扯 对 因为 就是说 那个时候对于 以为那个就是 人生的价值 就是生命的价值 它是一种误区 一种误解 或者说 前两天去拍了一个音乐电视 一个品牌赞助的 然后那年那个品牌做了一个大毛领的 那个皮夹克 三千 叫皮 皮 三千多 买一件穿 这儿 冬天 这儿冷的不行 你想想 西服里的皮夹克 你想想 有什么道理 然后最逗的是 穿上这皮楼 打条筋里来的领带 只有我们 我们能把它当做效果 其实我们如果倾心的认识到 那不是个效果 那是生命的正常 就跟现在所有人 我们把裤子穿到这儿 把裤子掉到这儿 一样 表现形式不一样 你这个路子 你应该就是直接会成为一个商人 或者叫做个体户 就是没做好 我其实梦想成为一个商人 但是没做好 做不到 所以就跳 就再不停地跳 不停地跳 开餐馆开什么餐馆 开 我开的挺多的 我开过西餐厅 开过酒吧 开过火锅店 开过云南菜 挣钱吗 开饭馆没挣了什么钱 卖饭馆挣了钱 就是开饭馆 因为我不精于算计 我不精于算计 就是说你以为坐满了就挣钱 坐满了不挣钱 就是坐满了你也得看你的支出 你的大厨二厨再满 所有的支出 服务员的支出 所有的开销房租 以及你店的容量和你的菜价 我那饭馆有的时候天天满 天天满 但就是不挣钱 你这么不精于算计的一个人 你开饭馆干嘛 我当时有一个特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会吃就会卖 我知道什么好吃 对 我以为是这样 然后那个东西确实门槛低 然后到最后挣钱 是因为特别侥幸在哪 因为这就是占了我是本地人的便宜 大家多少会有些关系 然后比如找房办照 我们非常的容易 这样一个一个开 对 一个一个卖 改革开放以后 大部分的那个外城市的人到北京来做生意 他们非常清晰 而且他们在外边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原始资金 他们要迅速的完善店面 他们没有时间 也不愿意去做过多的那些周章 然后他们就 直接把你这买了 把这店买掉了 你就拿了钱再开一个 对 然后再买 人做满了就再卖了 再买 这挺好 那这其实是很成功的一种 就是你是另一路经营方式 对 其实 其实我当时如果认真想想 我这应该叫 应该叫商务房地产中介 所以我做的更完善一点 我连室内设计 把它包装成餐厅的样子 其实是房地产中介 对 这个挺成功的 就滚起来的吧 但是后来也不行了 因为我卖了七家店 卖到最后 北京已经开始盖新楼了 在盖新楼要求进店的标准完全不同了 已经不是你能做到的了 你就转行了 对 又干别的去了 说说音乐吧 好 好啊 好啊 这什么时候的跌 十五六年以前的 全是你自己写的 全是自己写的 十首歌 十首歌 你觉得这些歌你写的 现在听起来 你觉得好听吗 如果我跳出来的话 作为客观来讲 我觉得听音乐的话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的歌 我觉得他的旋律感不好 但是我会喜欢他的真实性 我在音乐里欠缺太多的技能 包括音乐创作 也欠缺太多东西 最后写的几句歌 我到现在清楚的记得 但是我只写了四句 我就已经把我要说的全说完了 但是我的音乐却无法把它包圆了 歌词意思 意尽 我可以唱给你听 不是我要求的 但既然你这么主动 我只有答应 让梦想的雨在那天上飞 让懒懒的天永远不要灰 让所有人的眼中藏着幸福的泪水 永远不要再伤悲 谢谢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 这是在我孩子出生前 生活里阳光都照进来了 这个歌 这个歌首先第一 第一句话就很难完成 让梦想的雨在那天上飞 让懒懒的天永远不要灰 让所有人的眼中 流着幸福的泪水 永远不要再伤悲 永远不要再伤悲 哪一句能说到 你唱的是天堂 对 他们说你开演唱会什么的都不整眼 只要唱歌就把眼睛闭上 我怕我 其实刚才拿上这个的时候 它会成为一种障碍 你唱别人的歌吗 也唱 很多人写歌 我最后不写歌和不做音乐 我真的是觉得 一听别人的歌人家写得太好听了 干嘛非得吵过人家 就是说我不允许自己在卖这个东西 如果你贩卖的话 你就要对比 人家仲虎来的星空是那么大红的 你仲虎来的星空是这样 你看就这些经历里边 我觉得最宝贵的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是修行 因为你接触人 见识人 然后掌握一点关节 掌握一点能量储蓄的地方 拐而抹角的 全能搁在自己心里 你会把所有的这些经验积累起来 作为下一步的一个台阶 这就是我们彼此的不熟识 就是说所谓你说我是走心的人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特智慧的人 和对自己要求特高的人 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低的人 我现在之所以 我不敢说是我信仰要走心 我只能说我的工作让我不得已必须走心 因为我做演员不走心不行 不走心你们不看我的戏 我没饭吃 所以在工作中 你是被迫走心 咱们就这么说吧 我不想把自己说太好 所以就说 开始通过八年的演戏生涯 开始琢磨 琢磨人 琢磨心 看到心 然后开始 所谓新的行走 走心 其实挺好一词 还有你所谓说的今天的 你可以说吴老师这是你的见识 我说这是吴老师的病态 咱们舒服点 我的这种状态 三十四岁以前 吴秀波没有规划过自己的人生 而三十四岁也成了吴秀波人生的转折 这一年 他的事业遭遇低谷 生活困惧不堪 却意外地迎来了儿子的降临 从商场失忆 转而走上演员的道路 对吴秀波来说 竟然是一个无奈 而又不得不做的选择 给我儿子一个生活的空间 我还要给他一个尊严的空间 我现在都不敢想象 如果我没有孩子出生 我现在什么样 我在街上狂奔呢 你当过老板 然后再转回来 开始当演员 而且是从小演员开始当起 得益于你说的这种无所谓 过去了就过去了 当演员是因为好玩吗 不是 我没有任何退路 我没有任何退路 我当演员那年 我孩子在他妈妈肚子里七个月 我身无分文 一分钱都没有 我当演员 我总不能 我总不能 我带着我的 妻儿回到我父母那儿说 我没钱嘛 所以那个时候 还想出名 给钱嘛 给钱干什么都行 给钱干什么都行 但是我有一条 我明白 我不能犯法 因为我不仅要给我一个儿子 给我儿子一个生活的空间 我还要给他一个尊严的空间 对吧 我不能说你爸是 钱是偷来的 所以就是给钱怎么都行 你这个孩子来的很突然是吗 是吧 孩子会改变一个人 就是没辙的事 没辙 他来了 你就被迫得改了 对 必须要改 必须改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三十三十四 三十三三四到三十三区间 这之前都可以魂不列 我如果 我现在都不敢想象 如果我没有孩子出生 我现在什么样 现在我估计可能我在街上狂奔呢 当演员了 想过照什么方向发展吗 就是能够越来天愁越高 能够让自己的妻儿生活的越来越好 这是当时一个明确的目的吗 就是我当演员的头 头一到两年 甚至于两到三年的心态就是了 我们管它叫公共汽车也好 就是比如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 或者说 这个车的后 就是你只要下来就死 而这个车又没有车边上的车壁 就大平板 对 你就说千万别给我挤下去 头一两年两三年都是这种 千万别给我解释 就是我干什么都行 我干什么都行 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努力 拼命 拼命 你拼命是什么样的 我可以不要命 我可以把我这条命拼掉 演戏 演戏 死都行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吴秀波曾经慵懒 也曾经奋进 这个当年不羁的少年浪子 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之后 获得了这样的感悟 依赖他生存的工作方式 都可能都需要带两样东西 一个是和暖的阳光 一个是一把刀 和暖的阳光和一把刀 吴秀波为什么会选择 如此矛盾的两个东西 这其中又有着 怎样的深可寓意呢 别人吴秀波的那种蓝散 那种慵懒什么 那时候都没有 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光演戏这样 我相信所有的工作 或者你需要它依赖 依赖它生存的工作方式 可能都需要带两样东西 一个是和暖的阳光 一个是一把刀 因为你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样你才能不纠结 不做太多错误的决定 还有一把刀 这把刀就是用来捅自己的 只要自己做错了 没做好 捅自己 再做错了 再捅自己 再做错了 再捅自己 您说常捅自己 常常捅 不让别人知道 别人也不信 你的性格应该是那种 回家自己 怎么捅上 就是我可以 几乎忘了所有的事 特别专注地想 我究竟错在哪 怎么做的 我如何改正 如果这个错伤到了别人 给别人道歉吗 不是这种错误 都是在表演上出的问题 就是 你比如说 如果我把工作演戏当作修行的话 此时此刻也是修行 如果我此时此刻不能真心真意地和你交流 我回去就会拿刀捅我自己 我根本不在乎这期节目播出来是什么样 但我必须要做到真实交流 因为如果我不做真实交流的话 我下次演戏有可能也做秀 我的妻儿就会没饭吃 你现在身上还有这么大压力吗 我觉得应该永远有 应该永远有 我不是骗子 我要换饭吃 所以你身上那种懒散和潇洒只是一面 在这时候会没有 你说对自己的 拿刀捅自己的过程 在自己的表演里 对自己有用吗 有用 不仅对表演有用 我觉得对人的一生都很有用 其实比如说 如果一个错误在心里形成一个机患的话 你这一刀不捅进去 它永远是个疙瘩和阴影 那刀捅进去之痛快 非常的痛快 我一直在想跟采访嘉宾之间找真实感觉 你知道很多人坐到这个座上的时候 还没办法 有的人是演员 有的人是有身份 有的人是什么 找那个真实感觉特别不容易 有的人只要灯一灭 镜头一不对 马上真实 但是坐在这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能坐在这时候 也真实 我形容一下咱们现在的状态 我可能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人 我不是说我多好 或者因为工作我没办法 我是开开灯以后 我真实 你把灯关上 我马上虚伪 灯一灭 你开始进入另外那种状态了 所以你的真实状态 恰恰是通过媒体传播出去 所以恰恰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文秀播 你生活当中倒不是真实的那个 不完全真实的那个 你别扭吗 你知道这样的话 就变成你的表演不累 但你生活累 是这样 在表演中就是 如果我的生命够长 我演一百个戏 我有一百条生命 如果我演一千个戏 有一千条生命 我死得起 活得起 但是生活不是 有一歌叫唱的 生活就像一条大河 不是 我听的那个生活是一团吗 如果要想在生活中找到真实的自由 是不能向外找的 因为所有人都在你对面 都没在找 是不能向外找的 得往回走 所以当你把灯关上 我也把灯关上 我自己屋里灯亮的就行了 你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多吗 几乎分分秒秒 就是人生的那个孤独感 一直伴随你 分分秒秒都独处吧 这种孤独感没有办法跟孩子 亲人分享吗 这是你自己需要照见和解决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 孩子也罢 亲人也罢 生命中的缘分 如果你觉得自己 有能力 你就去努力工作 让他们尽量生活的安慰 你努力的修行自己 让他们感觉到和暖和善 剩下的所有的事情 都要自己对自己解决 人生终究是孤独 对 所以有一句 很幼稚 很美好 和很斩钉截铁的一句话 叫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非常难 怎么可能 这条路毕竟是你自己一个人走 不显得太凉薄 我觉得特好 我觉得特暖 很暖 非常暖 你孩子能听懂这些话的时候 你会跟他这么说吗 你忍心跟他这么说吗 我相信他终有一天不用我说 不用我说 他一定会这么想 就像我们的父亲 在走之前有太多没有跟我们说的话 但我们今天自己都清楚 还是不说吧 适可而止 你跟你儿子关系好吗 我是他 他是我 我是他们 他们是我 你这么忙了 有时间陪他们吗 我 怎么说呢 如果你 不打我的话 我说句特情人上的话 我分分秒秒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你要 是 再换一句 再换一句 换一个房子 再换一个 工作是我 生命中 特别 特别大的一份需要 然后 所以我 一定要去工作 然后 我跟我儿子是这样 就是说 我只要一回来 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家有大浴缸 大浴缸 我高兴的事是 把浴缸里放满水 跟我俩儿子一块在浴缸里 弄六只小鸭子在那 推来拍去 所以 其实好多人都说 老出去工作的人 会不会跟儿子生疏 马东特简单 咱俩这么聊两次天 咱俩都不会生疏 何况我儿子 知道 你也说过像人是吧 这是我听到的最该打的音乐 今天游戏播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 关键是 他打开的 他的内心 我觉得已经足够灿烂 也足够满足我们了 谢谢吴秀光 她是湘西山寨里走出的苗家辣妹子 纯美的歌声 独特的魅力 她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 2011年台北独唱音乐会 广受关注 翻篮绚丽的舞台场景 磅礴大气的视觉效果 使而空灵婉转 使而清新自然的美妙歌声 宋祖英为台湾观众 奉献了一场赏心悦目的视听盛宴 完美绽放 敬请关注六月十一日文化试点 宋祖英 踏歌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